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旅游造访人数也逐渐增加 立委中嘉宾与许志杰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越南台商精密工业的董事长李玉琦 9月份将率领签名员工分两梯次来台旅游 许志杰除了建议观光局规划鼓励措施外 也呼吁相关的航线应该要尽速赴飞 中南部机场也应该要增加航班跟运量 请台湾平观光 立法院中嘉宾许志杰与越南精密工业董事长李玉琦 总经理吴敏颖及乔委会副委员长阮昭雄等人 共同宣布好消息 9月将有上千名越南精密工业员工来台观光 出身大甲的董事长李玉琦 希望借此让员工了解故乡台湾的自然之美 并协助政府聘观光 我有空去坐高铁 坐铁路 坐公车去了解 所以台湾这一块有很好的观光旅游地方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 我就鼓励我们越南精密的员工 回来台湾来观光旅游 担任立法院新南向国会交流促进会会长的钟嘉宾表示 疫情前越南来台旅客人数已达40万人次 疫情后成长更为快速 去年还超越日美达13万5千人次成为各国之冠 是可以开发的潜力客群 也是增进两国人民互动最直接的方式 去年越南来台旅客就有13万5千人 大家想想看 疫情之前是40万总共 单单去年就13万5千人 也超越日本跟台湾成为来国的第一名 那今年的第一季来台湾就有9万5千人 所以你看越南潜力无穷 担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招委的许志杰则建议光局 应该规划更多鼓励措施 吸引台商奖励员工来台旅游 另外航线部分也应减快付飞 中南部机场则该增加航班级运量 因为可能台商回来 也在高雄也在台北 就台湾各地 那些航线没有复飞 就一定要飞到台北再坐高铁 回高雄 其实这样子真的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所以这个航线的克服 也希望说观光局可以协调我们的航空公司 除了越南精密工业将有千名员工来台旅游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长洪其昌也透露 有泰国台商已经确定将率领员工来台观光 泰国那边也是一样有两个公司已经决定 他们会有大概一个在500人一个大概800人的团 他们也会到台湾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新南向这边的台商的工厂的员工 能够更多来还国来增加我们台湾的内需 观光局方面表示 为了振兴新南向市场来台旅客复苏 在去年11月重启观红专案 提供签证等便利服务措施成效良好 因此对今年达到600万国际旅客来台的目标充满信心 实际上以越南第一季来看 越南第一季它的成绩已经到93% 跟疫情来比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也要感谢我们越南很多好朋友 特别是奖励旅游方面 它也是非常的畅旺 所以我们后续其实对600万还是充满信心 洪其昌也提到政府观光事权分散 层级过低影响推动成效 对此许志杰证实 这个会期会通过将交往部观局升格为观光署 希望透过人员编制扩大及预算变多 协助民间旅游业更蓬勃发展 让台湾往观光立国的目标迈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湾就业人口平均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待在工作场所 所以国民健康署引导企业将员工健康纳入政策 以提高生产力 以健康营养及活力要动为主轴 创造劳资双方职场健康多赢的局面 职场健康促进可以降低员工离职率 病假率及工作意外等 五行之中就会提高生产量能 凝聚企业员工向心力 更可以提升企业正面形象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与劳动部职业安全署 共同倡议 推动职场健康永续发展 我们家属长期推动 一往一旋 就从健康促进 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希望民众的健康能够 获得更好的保障 那么我们跟专属合作密切 那么从 我相信每一个民众 大概劳动人口 一天才有 三个都在市场里面 所以市场的健康与安全 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块 特别是这几年专属的一个成立 专属特别重视市场的 保护的一个安全跟健康 我想民众工作健康 对一个企业 是一个幸福的企业 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让我们对企业的竞争力 更有大的帮忙 我们的健康对国家的护强 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跟 实在是这个做法 跟我们的目标的眼前 是非常一致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 也是一样的企业的老板 也是有相互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促进 能够一起合作 让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从我们资产 从我们生活各方面向 来推动国民的健康 那他都知道 近年来受到疫情的冲击 以及扫子化的平衡 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劳动市场 以及这个就业务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企业在如何维持这个优质的劳劳劳力 这个客户上面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企业如何来确保健康的劳劳力 来确保职场和公司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 那刚刚苏长也提到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那员工的健康 不只是个人 也是企业重要的一个财物 所以员工的健康 不只对国家 对企业的竞争力 都绝对欠得这样的影响 所以如何维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 是企业永续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劳动务职安署在这个 职场健康的促进方面呢 非常通常在104年呢 我们就在北中南呢 登区成立了这个健康服务中心 那这个服务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目的 是希望能够协助企业 在对员工作业相关的身心健康 意义上也有十足 有企业就在自厂区内推动健身操 办理全厂区乐活健康活动 让员工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更有企业从高阶主管 以身作则带领 结合最新抓宝活动 同时吸收健康新知 并聘请专业运动老师拍摄健康操 由营养师设计各种生活化主题 像是在课堂上呈现各式 瓶装饮热量 提升员工的健康知识 我们台湾公司 新疆厂在生产师 都有推广 你的务动健康乐活的活动 包含我们的健身操 还有淘汰打操 还有健康操盘等等 那透过我们的主管 有创造下的知情 还有我们员工的基地参与下 那我们员工的自主 务动的规律的习惯 从110年的51% 上升到110年的57% 那在自主养击的 这个活动内容中 那我们员工健康体位的 维持率都高达6成 那另外在我们青重年 还有中高龄的大学生获取 这个族群里面 那我们他们的食物改变 也有将近改成 那为了推动我们员工 要多喝水 少喝很糖饮料 所以我们在新疆厂区的 所有药荒卖机里面 我们增设一个无糖饮标区 那我们其实目前为止 已经增设了 是一台很多奶的 那我们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为了推广 用欧和水游 逛车 饮水机 那呃 我们员工的自主的 他每天的饮水率 已经从109年的150cc 那我们上升到111年 已经到达了1200cc 那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运动的新的分享 我只是有点惶恐惊恐 就是因为当初我只是发有一天发觉 诶 裤子怎么穿得下 然后就想说不明东西 那刚好公司也在推行 每次用裤子的健康活动还有其他 然后想说 那 就是想把裤子穿回去 那加加上公司会的健康活动又有播放 就是有奖励制度 那当然是一定要参加 那 那我在参加 因为就是一个人的 可能就是 持续力可能会 会随着时间 可能我也会有剪夺 所以我在运动过程 我是包我老公大进 然后在小朋友大进 所以我们 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想说 那既然要剪装 那我们选择了居座跑步 那还有就是晚上每天可以老公大进 到社区去散步啊 那再来就是 还常多 带小朋友到山上去 好 这样一件事情 对啊 所以 所以 一整年下来的成绩还不错 我剪了大股仅 所以 所以 故事也穿回去了 那 那 对 那也应该就是健康也获得过的 那 更 更 更逆想不到的是 想不到减重 还可以是 参加其他会 这是我对 逆想不到啊 人生充满了惊喜 国建树与职安卫生署 特别为企业量身打造 提供就近的职场咨询与辅导网络 并办理健康职场认证 鼓励职场推动各项健康促进议题 欢迎有兴趣申请的企业职场 一起加入推动健康促进行列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一二三 聪明吃 快乐 食肠健康 Easy Go 重现历史模样的龙井时光生活园区 现在已经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进驻的餐厅也各有特色 开放式的生活园区不用门票 欢迎民众来逛逛这老屋新生的文青集散地 一景一物充满京都风格的日式建筑群 矮矮的木屋充满日式氛围 让人有一秒非日本的感觉 这里是大安区的龙井时光园区 好拍之外还进驻15个品牌 餐厅 咖啡馆 日式和服体验等 成为近年很康的打卡景点 这里就是原台北行务所观社群 那就是原本日志时代的时候 是丁种的就是最低阶层的 育证人员住的单身宿舍 之前的话它是属于滑光社区 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国就是109年之后 他开始决定就是开始修复这个地方 那因为曾经有过就是游民住进来 那时候滑光社区的居民 已经撤离开来了 那就是有游民进来 然后不小心把某一间的房子给烧毁了 就是那边有就是郝丘跟日志和那两间 那边本来是一间一栋 也是四户的单身宿舍 那就是这样所以文化局就决定再把它修回来 那修回来就是历经到现在 现在才开始112年 去年111年开始营运到现在 9月7号 像是很有冲绳老屋风味的 优雅餐厅随处都充满蝉意 华丽优雅的和服布料挂成背景 餐点是一季节调整的解气套餐 纯粹又温暖 这里进住了美食咖啡厅 甚至还有照顾中心 是社区的好伙伴 那我们其实我们定位的是叫做文创 养生的照顾的社区 我们有点叫做新型态的叫做一居动养模式 那一的话就是医学的一 然后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区里面 那动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希望 来了这里的人是可以动脑动身体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课程讲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设计一些让生障者 就是无碍悟道 那我们这里是服务0到99岁 当然甚至有100岁以上都可以欢迎过来 那我们是一种生活文创的部分 0到100岁都适合来的园区 也照顾到生障者 有许多无障碍坡道不定期的讲座 提供民众休闲之余 为旅程增添丰富视野 就是我们有做无障碍的坡道 那就是电动轮椅车都直接可以上来 那娃娃车也可以直接上来 那除了餐饮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的部分 一般的文创生活的用品都可以买得到 那包括有一些洗褲啊 还有毛泵泵 它们一些玉音用品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妈妈呢 就是带小朋友来也是很方便 那我们现在也有大安学 就是地方学叫龙井学堂 那我们每个礼拜六 就是几乎每个礼拜六都会办公益奖座 那也会有不定期跟大专院校产学合作 开一些课程 那课程的费用都是 有一些是公益的费用 就是100块到300块之间都可以 民众可以付得起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配合节庆的活动 像比如说下个月有母亲节的活动 还有护理师节的活动 我们都会陆续的展开 那暑假的话 我们预计暑假也会开办一个 正在规划就是做龙井小学堂 那就是儿童夏令营的部分 是服务小朋友6到12岁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现在也会配合 之前上个月是配合儿童节 有开始做儿童的着色比赛 那在我们服务中心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除了还有历史展成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文艺方面 艺文方面的活动 都会陆陆续续展开 荣静时光生活园区 曾招筑荣清席 如今透过老屋新生修复改建 重现历史模样 更因文创而发光 重新结构了此地的风景 记者问君台北报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是台湾北部唯一 以流行音乐出发的 多功能复合型园区 具有跨时代意义与重要性 一块来回味流行音乐 陪伴的生活时光 以最直接的感官 带领大家一同产生 连结与共鸣的体验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 用三个楼层十二个展区 十四位影言人 一百一首歌曲 一千三百二十六件展品 串起跨越世代 台湾与华语流行音乐的过往 与未来 告诉民众 这块土地的养分 自由是什么样子 长盛展的部分 它其实算是台湾第一个 就是讲百年流行音乐故事的一个展览 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它其实里面 除了一般你可以看到一些展品以外 我们在四楼 然后也有一个演唱会的体验区 那它算是台湾唯一一个独家的一个体验区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例如说五月天的演出 那它是危期 它是大概是十五分钟的一段演出 那它就是含有 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 你会看到的灯光音响 雷射或投影这一类的演出 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张开耳朵打开眼睛 进入流行音乐殿堂 这里可以令您享受一趟丰富的音乐旅程 最近就是响应政府发放就是六千元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推出一个 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 两个人同行的话 就只要五百元的一个票价的优惠 如果说就是大家有去就是订购 就是例如说北北基的一个好玩卡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优惠 但目前这个优惠还在洽谈中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可能就是 还是跟一般的国人是一样的费用 这个馆比较特别 就是大家可以来大厅看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合理是一个专门做艺术装置的一个公司 那其实我们就是董事长 黄云林董事长 然后以及之前的一个就是 吕胜肥指行长呢 他们有为了这个就是 内衣几何的这个艺术装置 他们有做了一个各有两首歌 所以每一个小时他们就会搭配这个 内衣几何的装置艺术 然后做一些演出 那另外就是在二楼特展厅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外租的一些单位 例如说像之前就是有一些吉普利的展览 那或者是说最近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五月中左右会有一个表演的演出 那大家都可以来看这样子 这些歌跨越了世代与时空 打破了国界与城市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留下记忆的气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出 或即将推动的五项劳动政策 如果经过议会三读通过 预估最快今年下半年会实施 最晚明年一月上路 希望扩大照顾劳工朋友 台北市长蒋万安以颁奖表扬获奖的模范劳工 迎接上任后的第一个劳动节 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明已经推出 或将要逐步推动的五项劳动政策 分别是劳权基金新增六项补助 实施公安科技降灾计划 中高龄友善企业认证 提供青年执灾准备及寻职帮助 以及扩大保障执灾劳工权益等 劳动权益基金 我们已经把修正的自治条例送到议会 未来我们劳动权益基金 它可以扩大我们使用的范围 就不再局限原本的一项 而是包括加班费、退休金、勞资、生意 如果产生的诉讼 我们都可以用权益基金来补助、给予协助 另外我们对于特别在台北市 容易发生公安风险的 包括相关工程、工地、安全 我们透过科技减灾 包括人工智慧的人脸辨识 进出的管理等等 来将伤害降到最低 另外我们对于中高龄就业 我们也提出了相关中高龄就业友善企业的认证标章 4月18号我们也正式公布了标章 所以届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因应高龄化的社会 让更多的中高龄朋友 愿意再投入整个相关的职场 能够更方便更顺利 也营造更友善的环境 青年朋友也是社会非常关注 年轻人毕业之后的就业机会 以及就业的环境 在台北市身为首善之都 我们也提出了相关的计划 不只是提出实习计划 同时对于年轻人毕业到就业这段期间 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顺利的衔接 而这段过渡期间 我们也规划提供年轻人寻职津贴 寻职期间搭乘运输工具的优惠 还有包括寻职保险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希望 能够帮助年轻人尽快的进入职场 来稳定就业 劳动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今年度将修订 台北市劳工职业灾害未问金 发及自治条例 扩大职灾未问金适用范围 将包含外送员、杂货店、夜市摊贩 及网拍商家等自主营业主 预计5月底前送市政会议 下个会期送议会审议 等议会三读修法通过后 就会进行相关办法制定 预计最快今年下半年 最晚明年1月上路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导 再等一人来看结合社会住宅、社福设施 与行政中心指标性的旗舰园区 广瓷园区 从111年起陆续完工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前往视察施工进度 一看到鬼灭之人漫画书 台北市长蒋万安立即拿来翻阅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与市议员徐晓鑫陪同下 蒋万安特别到广池博爱园区参观 南港信义区少年服务中心 观摩附件中心与视察常召机构 从111年起陆续完工的广池园区 结合行政办公处所、社会住宅及社福设施等 提供市民多元服务 对推动台北市成为更宜居城市 具有指标性意义 我想这是一个结合的包括 我们办公处所、社会住宅、社福设施 一个很大便的园区 它有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园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陆陆续续完工之后 也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了解到 其实台北市会来规划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多元的服务 然后打造更一具友善的城市 其中信义区公所已于去年底迁入行政中心 为了提供市民更便捷的洽工交通服务 蒋万安透露 公运处方面正在规划相关公车路线 很多地方的里长、里民来反映 他们说希望能够有更便捷的交通前来洽工 方便市民朋友来到行政中心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市府的供应处 也正在积极地筹划 从松仁路那边的地方 能够透过公车的路线 以及评估从园区到松山车站的路线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完善的规划 能够好好的回应里民里长的期待 原区的低标及一标社会住宅已陆续完工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广池三区 也就是西标的社宅进度 蒋万安表示预计最快 在今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完工 这是一个目标我们努力来达成 队友议员质疑 台北市新建5万户设载的目标 恐怕得花25年才能达成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那当然在公有地资源逐渐稀少的情形 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好 以及更优质的社会住宅 以及透过更多元的管道 提供可负担的居住环境 包括是EOD 包括都更分回 包括提高容积奖励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广池博爱园区共规划1520户社会住宅 并取得耐政、无障碍、绿建筑及智慧等四大标章 A动行政中心除了信义区公所等办公场所迁入外 并结合派出所及智慧图书馆等服务设施 B动卫富大楼则提供中校园区门诊服务 附建中心与住宅行长照机构 另外社会局也提供托婴、托老、妇女及少年等照顾服务设施 希望打造亚洲最大行政社服及住宅园区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台北松山慈幼宫奖学金颁奖典礼 受奖同学总共三千多人 董事长陈玉峰 期望学子在各领域中积极学习 将来贡献所长 学习松山妈祖慈悲的精神 为社会注入善的力量 获颁奖学金的学子们 在慈幼宫妈祖娘娘的见证下 领取奖状与奖金 为鼓励学子努力上学 台北松山慈幼宫每年都会发放奖学金 给成绩优秀的学子 以十三接庄的在地弟子为主 只要涉及超过半年 课业成绩八十分以上的高中生 大专生就能申请 希望透过奖学金的帮助 鼓励学子继续用功念书 我们的奖学金也可以说办 我来幼三十几年就都有了 可以说非常多 最多到三千五百 今年比较少 今年是台湾的两千六百个 高中的是五百三十几 所以两千六百个 我们可以说疫情来休三年 没有办这个颁奖典礼 都在这里发了 都在外面发 今年因为疫情的黄和 所以我们要跟两种 鼓励一个颁奖典礼 这主要奖励这个学生 可以说信息 有到平均八十分以上 几乎通通有奖 鼓励他们来领奖 只要在我们的合来 十三个月中 就是我们上山 升旗 台湾 中山 南港 来河 还有加十几 这区都可以参加 所以参加很多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都是通过的 除非第一个最重要是操信 操信在优等可以 所以我们总算是说 一年做这个祖先 两个旗的这个钱 差不多用的1500-1600 这次就是 这次发790-91万 所以我们两个旗起来 都要1500-1600 所以众的孩子 特殊保守他们来向上学 尤其我们特别有 对这个国防学院 和市医学院 或是孩子 有名额更多给他们 所以是鼓励他们 甘孤小孩 能领导 赞金 努力的特殊 今天是松山慈佑公 办理这个奖助学金的活动 那也非常的感谢 松山慈佑公 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松山地区 还有这个西口的 这十三街庄的 这些学子们 持续的这个支持跟赞助 那也希望呢 这些得到奖学军的孩子 之后呢 这个学业 还有在超性上面 能够持续的精进 那未来呢 能够在这个毕业之后呢 回馈社会 那也这个让我们的妈祖呢 可以持续的这个庇佑的 这个我们的大松山地区 代表受奖人致辞的 陈同学表示 课业成绩八十分的门槛 并不会太难 感谢妈祖的照顾 让同学们可以安心读书 就感谢妈祖慈悲 照顾很多同学 让同学能够安心好好的读书 不会很严格 因为他分数大概八十分以上 他也没有一定的财产标准 所以我觉得对 就是不是弱势同学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就现这个 住在这个几个行政区内的学生 只要认证读书 八十分其实不会很难 奖学金就把它存起来 准备以后的高普考考试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非常感谢台北松山慈悠工 长期提供奖学金 鼓励优秀学子努力上学 也期许同学们取之社会 未来也能够用之社会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根据人力银行 针对四十五岁以下族群 进行调查发现 有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受访者表示 2024总统立委选举一定会去投票 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二点七 已经有鼠疫的候选人 更有超过五成受访者 对跨族政治领域跃跃欲识 为因应2024总统纪立委选战 国内主要政党都在招兵买马 组建竞选团队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近五成三受访者 对跨族政治领域跃跃欲识 随着选战脚步接近 收到的履历求职信也日益增加 应该是说履历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后台数据的话 可能还是要来抓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三周以来的这个相关的声量 真的是近万比 算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数字 那其实我们观察一些后台的数据 以及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一些履历上面的呈现 其实很多人就是单纯冲着民众党而来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算是一个非常认同民众党的一个相关的意向 所以他在投履历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投不管是其他的工作 或者说其他的政党 他就是投民众党而已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组成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相关的背景的话 其实有不少的是属于这个海外的一个人 是不管是海外的留学生 或者说这个海外的有相关海外工作经验的人 那他们甚至会愿意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远距面试甚至是来台湾 来进行这个最最后的一个跟用人主管的一个面对面 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也不排除可以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为了这个明年大选来做努力 那如果是说以这个相关的背景的话 还可以跟各位简单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了不管这次开出来的这个职缺上面 哪几个比较热门的部分 包含了这个社会力的一个组长专员 文宣部的副主任 以及说这个文宣部的小编 这算是这个热门的投递的主要的三大职缺 那相关的投递的这个人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职业 包含了有导演 包含了有艺人 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海外的总经理 或是一些这个公益平台的执行长 也就是说这个高管的部分也都有出现 其实看到其实近年来说的话 相关的这个公开募集的状况 是越来越明显的 就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传统上面 其实政党来做用人的话 是相对封闭的 大部分呢 其实都算是呢 这个引荐 或是说这个人脉介绍为主 那有在公开平堂上面刊登吗 有 但是他不会算是一个主力 因为他比较算是一个收集履历 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潜力的人才 但是你真正在用人上面的话 绝对都还是以内推为主 不过近年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青年对于这个公共事务上面 参与度提高 很多人有热忱有意愿进去 但他没有人脉 所以他也确实会需要透过这种公开的 一个招募的方式 或是说一个公开平堂上面 他有一个海选的一个形式 他更容易被看见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算是一个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曾经不到四年的民众党 真材人数也打破过往记录 包括发言人文宣部副主任 于情系统分析师 议题企划携手等 从演艺圈转入政治圈 有最美发言人之称的徐千勤 也在现场大跳开花舞 号召民众加入民众党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就是 刚刚像我刚刚讲的 我就觉得民众党是一个 如果我是高中生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民众党 是一个非常开放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也非常新气象的一个政党 然后那时候只是想说 试试看 但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说 诶 这边好像一定有很多 很优秀的年轻人 怕自己也没有机会 可是进来之后 其实发现没有 就是从主席到主管 像是福哥 其实大家都非常包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是真心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我们的团队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 没有政治经验的新人来讲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 非常有包容度的一个团队 然后不论是在创新 还在犯错上面 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话就还在收件当中 那当然我们有发现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亮点 比方说他可能是 这个在主席访美的期间 然后有参与了座谈会 那他在座谈会当中 他就觉得他对科主席的一个 想法跟论述 他觉得非常的认同 所以他是有想要来 报名我们的一个海选 然后甚至有一些在海外的留学生 那他们甚至或是在工作的 他们也觉得 好像对于民众党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期待 所以他们也想要 不管是透过远距的方式 或是实际的回到台湾来进行面试 就是现在是已经开始 发现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还有包含 现在线上的一些主播 或是有一些媒体人 其实也都有来投我们的履历 我们的时辰的话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 预计收件会收到大概5月底 对 那我们接下来 就会开始进行面试 那当然面试的环节的话 大概会比较是主管职 比方说像是发言人 或是文宣部的副主任 又或是像节目组组长 比较这种主管职的 那我们就会进入到 最后的大魔王关 就是我们的科主席 实际来当这个面试官 大概有16个职缺 对 那你说最高薪的部分的话 这个其实都是要再 跟大家做这个谈 因为当然以科主席来说的话 他都希望说有这个人才 可以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来进到 我们的这个党部当中 那当然你说薪资的话 我们都会尽量的 给他们希望的一个待遇 人力银行也提醒 想成为政治工作者 除了怀抱理想与热情 食物层面的阻碍 也是令人却步的原因 调查指出 长远职癌缺乏保障 工作压力大 工作时间长 薪资不服期待 以及因为政党不同 与家人吵架等 都是政治工作者 担心的现实状况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为了解决国道客运9026 在上班尖峰时间 通勤困难的问题 目前金融市政府 跟公路总局合作 推动分流计划 至于事办的第一天 状况如何呢 金融市长谢国良 一大早特别前往搭乘体验 画面上是国道客运9026 事办分流路线的第一天 金融市长谢国良 跟交通处长王震宏 及多位地方的明代 都到场关心 一起来了解 事办的状况 到底如何 这事办对你们会有帮助吗 会啊 怎么说呢 分流 就节省时间 不然会怎么样 跟以前比的话 以前绕的话 时间会比较长 你有没有算过说 你从二高上跟上一高上 时间会差多少 最少差20分呢 差20分钟 我有跟区长报告 然后区长也跟交通处长 然后做一个 我们的一个报告 然后一个协调 然后觉得说这个案子非常好 然后再跟市长报告 市长说 马上可以来事办 上班下班时间的 真的减少 最少20分钟以上 感謝市长和区长 和交流处处长 他们大家这么关心 这么用心来做这个事 非常地感谢 今天是我们9026分流 事办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来到武圣街口 这边来搭乘这个 事办的一个情形 那感谢包括佩祥议员 书彬医院 凯林医院 秦政医院 还有我们里长区长大家都在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有非常多 就是到底班次够不够 然后为什么事办只有到八点 还有就是说到底每一个站 可以上多少人 还有说到末站 就是9026分流 就是到这个到轮棒球场那边的时候 末站的时候 会不会乘客变得没有车搭了 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要透过事办 来了解 那很感谢议员跟里长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事办计划 大家目前都是基本上认为 事办计划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细节就来看看 事办的过程来拟出更好的方案 9026B未来可以帮助我们大五轮的居民 足足省20分钟 每天早上省20分钟的时间 来上班上课 而另外一边 如果是9026C 也就是安乐社区的路线 也会帮我们实质上 帮我们长庚 乐立三街 还有父亲天下的居民 至少省10分钟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等 从大五轮过来的9026普通车 那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两条路线呢 来帮忙疏解我们通勤跟同学的一些人潮 能够缩短他的那个乘车跟搭车的时间 那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 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想这样子分流各辆两端的乘客 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搭上车 这个得证是非常的好 希望说我们这个时间能够再拉长一点 通勤族下车时也竖起大拇指向市长道谢 说分流规划的很好 市长谢国良说 这趟实际搭乘体验分流 9026B直接上二高到南港的确非常迅速 可节省20分钟以上的通勤 至于9026C路线 从中联仓储发车往迈进路与长庚医院方向上国道一号的状况 谢国良市长也表示 会再去实地了解看看 对于通勤族有没有实际的帮助 记者黄日生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带你来看位在中山区西定市场二楼 由社会处委外经营管理的西定拖英中心 因为只有一个逃生出入口引起家长们的疑虑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在市议会提出质询后 市长谢国良立刻在消防局长向勇才等人的陪同下 到现场会刊并决定耗资三百多万元 在一个月内解决逃生安全的问题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消防局长向勇才等人陪同下 一向对于小小朋友事务特别关心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地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位在西定市场二楼的西定拖育中心现场会刊 因为市议员张炳君在市议会质询时提出 西定拖英中心只有一个逃生出入口引起家长们的疑虑 万一发生火警意外时该如何疏散撤离逃生呢 目前中心收拖大约四十五名零到二岁的婴幼儿 还有十六位左右的工作人员 市长谢国良亲自勘查了解问题后 则成消防局耗资三百多万元 在一个月内解决改善逃生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了解说这其实是拖英中心的一个侧门 也其实本来可以是它的逃生门 但它因为消防安检的关系 它缺洒水的设备 所以目前是没有开辟的 那我这边刚刚跟局长讨论过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个洒水的设备给这个拖英中心 然后也帮它找到除水池的空间的话 那么这个门依照消防法就可以打开 我们等于就有正门跟侧门的两个门 那这样对孩子们的安全一定多一分保障 所以我想说还是请局长 在这方面我们把这些设备把它估好 那我们再来做 那也感谢这个平静议员跟其他几位议员的关系 那个应该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毕 好 谢谢 那我们一个月内我们把这个规划方案出来 那是否会找到足够的预算来值 对于谢国梁市长明快不拖泥带水立刻解决问题 通过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市议员张炳君 也给予市长谢国梁高度肯定和感谢 那在我们今天早上总资讯结束完之后 现在下午马上立即就在那边看 也很快的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拖泥中心的家长 还有包含里面的照顾人员 照顾人员都会很感动我们谢市长的如此的用心 跟努力 那我们也会持续追踪 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自己有一位小小年纪女儿的小爱爸爸市长谢国梁 非常重视立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之外 也顺道参观一下拖音中心的内部设施 感谢中心人员对于小小朋友们的照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安一路发生了一起女子遭陌生男子攻击的事件 所幸女子挣脱送医后眼睛视力模糊 案发后市议员吴华佳指出 现场的监视器画面都是坏的 多名园警在安一路一带巷子里巡逻 因为在8号晚间7点 25岁女子遇到陌生男子搭讪 当下拒绝随即遭到男子攻击 5月8号是她的生日 她为了自己的生日庆生去买 出来买小蛋糕回家 结果不到几十分钟就在安一路上发生她 终身遗憾的事情 女子父亲在家里接到女儿求救电话 赶紧到场将她送医 女子眼球出血 视力模糊 基隆市议员吴华佳在议会替被害人家属质疑 发现安一路沿线的监视器居然都是坏的 担心月归妇女安全 收到民众反应 就在昨天晚上的7点多 在我们安乐区安一路100巷 居然有25岁的女性 走在路上被搭讪之后 被人家攻击拖到巷子里 后来还是得到我们里长的解救才得以脱身的 那这样子的事件 她要报警之后想要掉监视器 那台监视器是坏掉的 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生气 我们女性在夜间的行动的安全 本来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需要得到重视 我们监视器不是单纯只为了车祸交通事故而设置的 是包括我们整个基隆的治安 所以昨天我才会一再强调 在我们的第一次的临时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提过要请我们基隆市政府 提出我们监视器妥善率的报告 到昨天市长回应是要请警察局长再跟我说明 我这边还是要再请市长这边 请帮我们加紧提升我们监视器的妥善率 这一起夜归女子遭到不明人士恶意攻击的事件 引起了基隆各界重视 警察局长张树德已经指示成立专案小组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歹徒绳制以法 本分局在接获办案后立体派人前往现场来处理 并成立专案小组来全力侦办 经理案发现场勘验还有调阅周遭的相关监视器影像 目前已经锁定犯险的身份将积极追悉到案 本分局在此呼吁深夜步行于道路时 最好能够结伴同行 并尽量避免找回暗向 同时要提高警觉 随时注意陌生人的搭讪和其动作 被害女子昨眼眼窝骨折 设立模糊 医院将安排开刀治疗 而警方强调已经锁定了特定目标 全力追弃凶手 记者黄绍铭 吴军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产发处长林鼎超 在市议会被不知名的风泪遮到手 紧急赶到布立基隆医院挂急诊 索性没有过敏的现象 下午返回议会被开玩笑说 个人的魅力太强容易招风引蝶 也创下了议会史上 第一位在议事厅内被风遮得哭住 在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残陪同下 左手拇指跟被风遮到神情略显紧张的 惨发处长林鼎超 紧急到布立基隆医院挂急诊 幸好没有对风毒有过敏的现象产生 并且拍到遮人的凶手 让医生判断 医生先开立相关药物让林鼎超服用 并且在医院观察30分钟 确认没有过敏反应后才离开 而下午返回议会时 先受到市长谢国良等人的关心慰问 因为上半天被询结束 要离开时突然被不知名的风泪遮到手 林鼎超也感到非常意外 只是是蛮惊讶的 因为刚刚其实市长他是密封在这里 然后我是刚刚起来我要回进去 结果发现我的手整个都变马了 对 都变马了 对 都变马了 然后一看 哇 他大概有一只那么大的蜜蜂 就是砸在那里 由于市长谢国良的背询座位 也和林鼎超座位 在同一侧的官员席 问市长担不担心被风遮呢 市长开玩笑地表示 在议会不怕被风遮 比较怕被议员定 谢谢市长 谢谢 市长你自己会不会很担心啊 我不会 我不会 我比较怕议员不怕蜜蜂 市长很爱老婆不会担我姨蜂 对 市长比较怕议员就对了 比较怕议员 我们在议会怕的是议员 不是蜜蜂 前议长也是资深市议员的张放立表示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官员或是议员 在议事厅内被风遮 只能说林鼎超太有魅力招风影蜂 对于成为基隆议会史上第一位在议事厅内被风遮的苦主 采发处长林鼎超也很尴尬 市议会大家长同志委议长也在下半天开议前到官员席慰问关心 并且强调已经要求议会总务组在议场周遭喷洒脏脑油 预防再有第二位苦主出现 李超处长是太甜 对啊 他是历史上的 有基隆市议会72年 其实不是第一个被蜜蜂叮咬的处长 有啊谢谢议长 要保重要保重 你就是太甜嘴巴太甜 都会进去吧 我也忘了我别卖过 嘴巴太甜要保重要保重 因为这个有媒体在台 我不好意思讲过四个字 哈哈哈哈 但是要保重啊 所以议长也会已经有请同事来负责用脏脑油 议会的这个议事厅 我们总务组的主任特别带来同仁 刚刚特别查了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喷了脏脑油在我们议事厅的周围 那现在每天会议结束以后都会特别做注意 开始之前也会再许多一遍 所以基本上希望我们许处长 这个不要太甜 基本上希望我们所有同仁跟许处长都可以安全 其他女性官员则是趁机向议长同志为反应 可能是靠近议事厅的厕所没有安装沙窗被封跑进来 议长表示会来研究如何改善 保障官员和议员在开会期间的人身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农历3月20日是祝生娘娘的生日 基隆慈云寺出现人潮 在圣诞日当天祈求娘娘寺运 农历3月20日是祝生娘娘生日 祠云寺一大早就有民众来祝寿 以往疫情也有关系 现在疫情趋缓 可是今天不是假日 没有多人来拜 可是他们平常都是平常来拜 今天很多来答谢的鲜花 还有那个瘦桃 工作上摆满油饭 素麻油鸡和百合鲜花 都是信徒前来还愿 借用慈云寺主寺观世音菩萨 祝生娘娘及文昌帝君等神尊 信徒向祝生娘娘求子 除了带来好运 还能保佑家中孩子平安乖巧 祝生娘娘他们就是有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来求说 有个宝宝给他们 健康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他们满月 他们会拿那个 麻油鸡 还有油饭 素的也可以 分的也可以 他们来还原 饼干也可以 鲜花都可以 而这一周就是母亲节 慈云寺特别准备康乃馨 送给来庙里拜拜的信徒 预祝母亲节快乐 身为基隆人第一次到慈云寺 有听过慈云寺 可是真的没有 然后今天是来见识一下 旁边的佛像都很庄严 观世音也都是很眉清目秀 让人来了拜拜 觉得我心情很舒缩 对 下个礼拜天就是那个母亲节 所以我们庙方 送那个很漂亮的康乃馨 祝母亲 祝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民间习俗 拜祝生娘娘能够带来好运 信徒全城拜拜 相信神明一定会保佑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有不少学校 因为厕所老旧甚至损坏 造成师生使用不便 在立委蔡适应积极争取下 教育部已经核准六所 国中小厕所修缮补助的经费 预计年底公告招标 明年中起陆续完工 天花板秀石塌陷 地面积水 连厕所门都有破洞 这幅景象 连立法人蔡适应都吓了一跳 这里是金融市五轮国中 校内厕所由于使用将近20年 不但设施老旧 有了甚至损坏到不堪使用 立法人蔡适应因此邀集 教育部国教署 国中小教育组长林助理 与金融市政府教育处代表 到五轮国中查看老旧厕所情况 并向教育部争取相关补助经费 进行改善 希望提升学生的学习环境 市营非常高兴 今天特别来到五轮国中 来是导关于我们 金融市学校老旧厕所的改善情形 那市营也特别向教育部 争取经费 包括五轮国中在内的许多学校 我们来争取老旧厕所的修缮 希望让学生在上课 治愈整个的生活学习环境 都能够很好 林助理表示 针对全国的老旧厕所 国教署争取行政院专案计划 给予补助 尤其是使用达20年以上 且无法使用的厕所 由地方政府依据急迫性 向国教署乘报计划核定 这是针对全国老旧厕所 我们特别争取行政院的专案计划 来予以辅助 所以今天特别到金融市的五轮国中 进行会看 针对这些已经使用超过20年以上 而且确实老旧不堪使用的厕所 我们会透过专案计划 来予以协助 五轮国中教学大楼 六间厕所修缮 及设备更新经费大约810万左右 校长陈正辉希望 能在明年底前 将老旧厕所改善完成 我们厕所在97年取得使造资金 已经有20多年了 那学生在使用上 虽然很干净 但是也饶旧了 那感谢委员跟教育处 还有国教署给我们这样的经费 让我们申请到 可以让学生有更好的环境来使用 那希望明年的11月之前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厕所完工 后续呢 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厕所 可以结合学校里面的美感 还有课程 老师的需求 学的需求一起设计进来 据了解除了五人国中外 在蔡次英协助下 包括百福国中 五堵国小 信义国小 深美国小及地内国小的 老旧厕所修缮计划 都已经获得教育部核定 预计今年底完成公告招标 明年中陆续施工完成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以上又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